太意思 太意思 一口吃 我不要 欸這三十九塊了 快點你嘴巴很大你OK 好 失敗 炒蛋失敗 好吃嗎 很好吃 不是好吃啦 但是很小啊 大概是九塊就很少 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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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 這次要來錄 大學生一週到底 吃東西會花多少錢呢 好 因為我的生活支出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花在吃的上面 所以呢我其實自己也蠻好奇 我一個禮拜 然後如果是正常吃 這樣到底大概是花多少錢 因為我是在台北讀書嘛 然後大家可以留言知道 在台北讀書的那個吃的支出 跟桃園啊 然後還有其他地區到底有沒有差呢 然後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我會從今天星期六 然後錄到下禮拜五這樣 因為我下禮拜的六日是 就是我們的熱舞社有一個 台大飛 就是要去當比賽的工人 所以可能就沒什麼時間錄影 也沒什麼 也可能沒什麼時間吃飯 對 所以我覺得那人這樣 那個時候的六日不準 所以我就以前一個禮拜六日為主 所以今天是禮拜六 對 然後我們要加練 就是熱舞社 對 好 所以還是要趕快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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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們練完了 然後現在來吃午餐 找到一個公館附近 就學校附近的 呃 越南料理 然後叫 褪心 然後 我點的是 烤肉飯 對 就是 飯 然後還有一碗湯 然後醬子是 一百七 對 因為午餐來說其實我自己覺得有一點燒貴 對 但是我們通常 我自己啦 六月的時候通常午餐就是 就會吃這種 比較 好一點的 然後 我們等一下吃完之後 還要去 驗 就是 我們重發的驗手 然後等一下兩點就要到了 但現在已經快一點了 對 所以我們要 加緊速度 炒肉飯 有飯 肉 跟一般青菜 然後一碗湯 因為我不知道 中午要喝什麼 所以我要來轉轉盤 有 手搖 小氣盒裝 跟小氣瓶裝 他 他好了嗎 他停了嗎 這什麼 手搖嗎 這手搖 迪克夏 珍珠伯爵紅茶拿鐵 80塊 欸 70塊 哈囉 各位 我驗完五了 然後 呃 我們剛剛其實驗超久 從 兩點到 五點嗎 對 三個小時 然後現在是 七點 然後 我在 台北小局站 要去 腳架腳 早安 各位 今天是 星期天 然後 我現在要去 童書館 因為 明天我還要考 古生的 其中考 對 所以我現在要跟同學去 讀書 但現在已經 早上十一點了 回了達三 九點半就要到了 對 雖然是 太累了 就不小心 繼續睡了 至少 再早上洗完 有沒有時候要走 好 然後給你們看 今天的穿搭 現在要回來 繼續 鮮魚堡 念書 謝謝 請客 務大師 助餐 請吃吧 沒吃飽 所以又買了 嘉一元多一間 一個是66 加1元就變67 所以除以2是多少? 33塊 沒錯 繼續念書 加油 加油 現在是11點 晚上11點 然後我剛跟我朋友從總圖裡面出來 對 就是 唉 還是沒看完 所以我等一下想要就是繼續回宿舍的教育廳看書 因為回到床上看到床就會忍不住睡覺 然後我等一下想要去Seven買個水果吃 加油 這個在Seven買15塊 然後效率打9折所以是變成9塊塊 早安 各位 今天我特別早起了30分鐘 然後我想說因為我們等一下10點多 就要去烤土上的集中了 所以我想說再早起個30分鐘再看一下 烤完了耶 我現在要去買早餐吃 其實也可以算不太 因為已經快12點了 GoGo 去火大買 我現在回到宿舍了 我自己超級 我本人超級努力喜歡吃蛋餅 就是我很喜歡吃這種酥酥的蛋餅 超好吃 然後甚至還為了買 為此買了一個番茄醬 這樣放到我宿舍裡 然後等一下吃完的時候 就可能睡個午覺 然後下午再去上實驗課這樣 然後我明天其實還有一顆其中 那因為我們的其中是 就是像這幾個科目是考三次 就是一個學習考三次 所以大概平均 現在才過三分之一個學習 就已經要考其中了 對 超煩的 好 沒關係 加油 好 做完實驗了 加220 你好 哇賽 一位嗎 三喔 好酷喔 好酷喔 還有吃東西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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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午再去考試 然後我中午呢 就是現在已經12點 然後我剛剛就去Seven 買了一個這個 算了吧 公寶雞丁飯 好 因為我沒有吃過 然後我就想說來試試看 然後它是99塊 我發現它肉超級小 就是大概只有3塊 3塊吧 4塊 因為都是小塊的那種 就覺得有點不划算 而且它在微博裡面算貴的 去考試囉 GoGo 哈囉 各位 我考了其中了 看起來超級狼狽的 沒錯 然後現在已經6點了 我要直接去練舞了 對 可能等一下再看看 有沒有什麼時間 買個小東西吃 經過小福 買了一個 超過米夾蛋 40塊 好 吃飽就去練舞了 GoGo 現在練完舞了 然後來吃晚餐 然後我發現 注射這附近的點8點多 我就管了 連難易的食堂也是 所以就只能吃 7塊 然後這樣加起來 又有打折 然後反正算起來 我付了170元 沒錯 哈囉大家 跟各位說一聲 很抱歉 我今天真的太累了 而且 我今天 就是頭很暈 然後肚子很不舒服 對 所以我今天就請了一天的假 就是在宿舍裡休息 一整天 對 然後現在已經 晚上 5點了 沒錯 然後 我要準備跟我朋友去吃飯 吃完之後 我們晚上要去上社課 對 就是熱舞室的社課 然後 讀點書 明天要考微積分 然後我也還完全沒有看 超燥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突然發現這裡面要做超級無敵多事情 好 沒有關係 我是點貝殼麵 貝殼麵 然後加大家 剛剛給了 冰果菠蘿油 超級小的 超級貴 耶 39塊 超乾 一口乾 你要吃啊 你要吃啊 我要吃好了 你要吃那個菜一隻 菜一隻喔 我不要 欸這39塊啦 快點你嘴巴很大 你ok 好 失敗 挑戰失敗 好吃嗎 可是好吃啦 但是很小啊 嗯 大概這9塊就很酷 超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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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點 不好吃喔 沒有 它好吃 不要常常吃 不要什麼 不推不推 好 好 我剛剛在第一巴買了一碗 紅豆湯 然後 這個紅豆湯 60塊 然後我超愛再加紅豆湯 因為它60塊 但可以選三種配料 然後 像你看我就選了 豆花 喔對它可以叫豆花 我超愛吃豆花 然後 芋圓 跟 小湯圓 三種配料 只要60塊 超便宜的 比剛剛那個菠蘿油好多了 練舞的路上 耶 非常漂亮的野林大道 我已經吃到了 喔我們吃到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囉各位 我剛上完社課 超級熱 所以去Seven買了一個 泡沫綠茶 然後每次10點的時候 那裡都超級無敵多人的 所以我排超久 但是 吃這一瓶泡沫綠茶 然後學生打折 只要13塊而已唷 好 然後我明天還有微積分小考 所以我要趕快 回宿舍 念書 GoGo 哈囉各位 我已經上完早上的課了 有機化學 超級難得 好 然後反正就是我上完課之後 就走到我們宿舍對面的南一 去買自助餐 給你們看 然後是秤重的 然後加一碗白飯 對 然後這樣總共是 九十塊錢 對 耶 我們剛剛好玩微積分 對 微積分也好好 然後我們來吃瑞安豆漿 我點了一個 拿一頭 一個飯團 然後還有一個湯包 這個湯包是我跟 你一起分的 反正加一百年文 超美 這個湯包超好吃 我超愛吃他們家的湯包 給你們看它的湯包 我剛剛在路上 買了65塊的 薯絡蛋糕 吃完就要去練舞了 沒錯 GoGo 喵喵喵 哈囉各位 今天是星期五 然後今天也是全球武林制服日 沒錯 剛剛午餐買了一個牛角 42塊 加一個泡沫綠茶 17塊 所以59塊 170塊 牛奶鍋 豬肉 牛奶鍋 芬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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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樣算是多還是少 所以大家 你們到底都花多少錢 在吃東西上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喔 有什麼好吃的也可以再推薦給我喔 我再幫你們去採咧 好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再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掰掰